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想要控制头皮屑过多 你只要调节三个平衡就能搞定 油的平衡,水的平衡,还有正常菌群的平衡 其实头皮屑是我们正常的头皮细胞的一个新生代谢的产物 但是如果说你的头皮过干了 我们说一个人属于干性皮肤 它就会导致头皮的细胞的脱落会增加 尤其是我们现在用很多所谓的去屑的洗发露 它通常都是以增强我们去油的能力来去去屑的 但是你想想,你本来就是干性的皮肤 你在使劲的去油,去完了之后你想想你头皮干不干 头皮越干,它出现干性头皮屑的情况就越多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干皮,想要治疗干性的头皮屑 关键要把去屑的洗发露换成更多的是滋润的洗发露 并且不要洗得太勤,这是关键的 我们洗完头发之后最后再抹上一点像护发素 来增强一下头发或者头皮的一个湿润度 而如果你是恰恰相反,你属于是油性皮肤 脸上也出油,身上也出油,头皮也爱出油 但是还没有到这种头皮发红发痒 出现这种红疹子的程度 这种就属于我们生理性的油性头皮屑了 这种情况你就得用一些去屑成分的洗发露了 很多去屑的洗发露中会含有笔硫瘟芯 还有像绿米八作这样成分的洗发露 它的去屑效果就会比较好了 那么像油性的皮肤我们还要注意 要少吃这种甜食特别重要 很多人说我少吃油腻不就行了吗 你吃甜的果多照样会促进了油脂的分泌 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 尤其是一些这种含有富含鲜味的蔬菜 那么对于调节油性的这种头皮屑还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平时头皮痒得厉害 并且特别的油 甚至你这样一挠头皮会挠下来一块一块的这种油性的皮屑 那你要小心有可能是脂液性的皮炎 这种情况非常多 像脂液性的皮炎很多是由于头皮 首先是我们的油脂分泌过多 第二个是有一个菌叫做马拉瑟菌 它感染了头部的皮肤 导致皮屑增多会出现的这种皮炎的问题 那我们既要抑制油脂又要去杀菌 所以说最好用的一个叫做二流化锡的洗剂 那它既能去油又能杀菌 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通常一周两次 它的要求是先用肥皂 你比如说可以用一点硫磺皂 先洗一洗头发 再去用上这一个二流化锡的洗剂 那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用的 正常来说两周是一个疗程 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头皮痒得厉害 并且你仔细扒一扒这个头皮 发现有一块的像玄一样的东西在头皮上 那你要小心了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真菌感染 什么意思呀 其实就像我们长脚玄一样 只不过这个玄不是长在脚上 而是长在头皮上了 那你要杀真菌了 那最好用的呢 就是叫同康座洗剂 通常呢也是一周两次 至少要用半个月 甚至用一个月左右呢 坚持用啊 你别洗一到两次啊 洗上一到两次你就不用了 这个真菌没有杀灭 但是呢 你这样一刺激 真菌就耐药了 所以说呢 你再用它就不好用了 所以说建议啊 一用就是一周两次 连续用半个月到一个月 彻底呢 把这个真菌给它杀灭掉 才能达到呢 更好的去治疗呢 因为头旋导致的头皮屑增多的问题 这是呢 我们最常见的导致头皮屑增多的一些原因 所以说呢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呢 你是干性皮肤 没有出现的头皮发痒 发红起疹子的情况 那我们呢 就要用一些种滋润的 这样的洗发剂 并且呢 一定要洗完头之后呢 用一些护发素 滋润一下头发和头皮 很关键 那如果呢 你是属于油性的皮肤 那我们的核心 要用一些呢 这种含有去油成分的 这种去泻的洗发露 非常重要 那么洗的频率呢 也稍微多一点 而这种干性的皮肤 洗的频率呢 也要稍微少一点 那如果呢 你已经到了 止益性皮炎的这种程度了 发现呢 这个头皮已经发红 发痒 甚至有一些起疹子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要用一些呢 像二流化系的洗剂 甚至呢 你可以在洗之前呢 先用硫磺皂洗一洗 再用它 效果呢 就非常的好用了 那最后呢 这个铜康座的洗剂 是针对头选的 发现呢 头皮上有一块一块的 这种选 那这种情况呢 要用铜康座的洗剂 那如果说 你掌握上述的这些方法 并且呢 还要关注自己呢 要早睡觉 多运动 早睡觉很重要 很多人只要摇曳 头皮蟹就一大头啊 这个头皮的营养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头皮蟹 第三个呢 还要注意 少吃油和甜的饮食 多吃一些蔬菜 绿色的蔬菜 那么保持呢 大便通畅 那么对于调节头皮蟹 就能达到呢 非常好的效果了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感谢观看